主席 主席范主委 還有我們公共工程委員的各位主管 首先我要請主席請范主委 林委員你好 主委 主委今天提出來這個修正案 是我提出來的 剛才我們各位委員也討論了很多 那麼我想對這個修正案 主委應該明瞭 要怎麼樣來配合來修正也比較適當 我相信主委信中有一個定案 那麼我就針對這個部分 我就不想再提出主席 那麼我比較關心的 就是剛才孔委員也有主席過 就是 就是 風邱的 風邱這個七條人命 還有新台十六線的十五條人命 賠償的問題 先受到國家的賠償 那麼我一直研究這個法令 那麼國家賠償法 第六條 它有規定 國家損害賠償 本法及民法以外 其他法令有特別規定 適用其他的法律 那麼我請教主委 現在風邱跟台十六線的 還有四個其他地區 八八水災造成的那個人命的傷亡 這個 可以不可以用第六條來研究有沒有突破性的法令 可以有國家負責來賠償 這所謂其他的法令 我是不那麼了解 就是說 我是覺得這國賠程序 其實也是 也是蠻擁場的 所以我當初我們都盡量說 趕快用協議賠償 趕快協議賠償 最好 避免再去什麼 要打官司等等這些 我們是建議是這樣 那 那現在你 主委你建立這樣的話 有沒有 那現在就是說 現在 院裡面已經針對這個決案 要召開一個會議 來針對這個國賠 看怎麼樣的程序 能夠把它縮短程序 來處理 我想啊 因為這些歷難者的家屬 已經過傷心了 也說實在 要提取國家賠償 已經這麼久了 都要向法院提出告訴 我們行政機關有失職 才能夠獲得國家的賠償 那麼這個時間太長了 同時 對這些家屬 說實在的 也是夠可憐的 所以我一直這樣想 照理講 像這種天然的災害 政府啊 應該在 國家賠償法裡面 應該 應該在 看哪一個條文 比較不適當的 或是 我們在增定 增定條文 能夠 災害一挖生 牽涉到國家的 重大的災害的發生 對歷難者 我們馬上就可以 啟動國家賠償法 來附著給他賠償 或者的話 你看現在 風秋的 新台十六縣的 藍頭縣的 這個都是我的選區 他們現在 要政府國家賠償 也拿不到錢 現在要讓他們 花錢去告我們政府 我們政府有缺失了 才能夠獲得國家的賠償 你看造成這些災民 這些受難者的家屬 心裡有多痛苦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他們這些家屬 尤其部長 已經提示 那這些家屬 可以重啟 談判這個國家賠償的條件 可以再重新來談判 那麼我是在想說 主委 這些工程方面 你個人看完有沒有 在突破的方式 突破現在國家賠償的方式 除了我剛才第六點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圖鑑可以來協調 我覺得最快的 不管是國家賠償也好 或者是協業賠償 總是都是應該 一個合理的 都要賠償 合理的賠償嘛 那合理的賠償齁 其實如果說在 那走那 國賠的程序齁 其實是 大家認為是 比較有依據的齁 但是我是覺得 那是時間是比較長一點 那假使能夠 建立一個機制 有更短的機制 欸 碰到哪裡 就給他多少 的一個額度的賠償齁 我想 這部分 如果說有這樣機制 當然是更好 那我聽說 行政院好像是明天 或什麼時候 要開這個 這個協調會是吧 是 是研討會 研商會議 研商會議喔 是 那麼研商會議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 立委也去參加 呃 我想 來 來 練習應該是可以 讓我們了解一下 是 我們看到結束 怎麼樣來處理的話 我們也可以提早 告訴這些家使 讓他們 心裡有一個明白 不要再走法案的途徑 他們要法案的途徑 還要聘請律師 去告我們行政機關 我們行政機關 他們是要自己掏藥包 我們行政機關 可以動用 我們的預算 來支付 這個訴訟的費用 但是時間太長了 造成這些老百姓 受難者 心裡的痛苦 會拖得越久 越不好 你看現在他們這些 立任的家使 動不動 就罵馬總統 你看對總統的形象 損害有多大 尤其被其他政黨在利用 這都非常不好 所以我乾脆 我們應該 如果國家賠償法裡面 對於重大的災難 裡面沒有明確規定 裡面也沒有規定 就不能適用 我們再把它明確規定 重大的災難 也可以適用國家賠償 除非是天然災害 像921大地震 像莫拉寇 台風這麼大的傷亡者 我們就另外來考量 或是說 有頒布緊急命令的 這是重大的天然災害 就不適用國家賠償 我們可以研究一套方式來解決 像這個轟災 造成利難家屬的一個 利難者的一個補償 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我們會一併來研究 一併在那個會裡面商討一下 所以現在我們有沒有新的復案 我還要經過討論 有沒有把握 這聽余會各相關部會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國家賠償外 趕快要來修正 不要讓這些老百姓受到傷害 謝謝 謝謝 接著請